大家好,我是Chill,第四個Navon 今天我們來到荃灣的中安街 試一下小肥羊一個48元的五市任點任食的火鍋套餐 而這個套餐是星期一至日都會有的 所以今天星期六,我大約12點就來到中安街小肥羊 他們這個分店試一下這個套餐 我是經OpenRise的團購以每位48元訂這個套餐 不過提提大家,它每位會收30元的服務費 這間小肥羊是在大雄徽中心的20樓 由於今天天色很好,所以上來都發現景色非常漂亮 而今天的用餐時間有90分鐘 所以我今天準時12點就到了小肥羊拿位 進來餐廳,發覺環境是非常開揚 而且他們的座位也是一個間隔的寬闊 而我今天就很幸運,因為被安排了坐卡位,方便我拍攝 我對於這間餐廳的環境是非常滿意 因為我自己很怕吃東西就逼逼夾夾 但這裡相反地,其實座位的空間感是非常足夠的 所以我覺得吃東西令到我會覺得非常舒服 好幾年前其實我都曾經吃過小肥羊 但給我的感覺,環境就是飽飽飽飽飽飽 餐廳又夠,還有很大陣的羊酥味 但我進來後我發現羊酥味不重 而且真的很光亮,環境很舒服 我完全是對於小肥人的印象完全改觀 吃了這次之後 至於食物方面,由於這次是火鍋的自助餐 所以當然全部的食物來說都是用來打火鍋為主 這裡有大量的丸,午餐肉,或者其他的火鍋配料 是給大家選擇的 那我總括來說,看上去我覺得是挺麗麗的 還有那些食材來說,我覺得是算新鮮的 而食物方面,大部分的解凍情況都非常理想 就不會整塊冰一樣是給你隔回去綠的 另外它也有很多的配料 是給你自製火鍋的豉油 不過我覺得這次真的不需要 因為我的火鍋湯底,麻辣湯底非常夠味 其實不蘸這個醬油也不錯 而飲品方面也是自在形式,無限次添飲 而比較特別的是,啤酒也是無限次添飲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喝啤酒的話,這裡絕對是適合你 好了,我們開始吃火鍋了 湯底方面有九種選擇 而我選了鴛鴦湯底,分別是清湯,再加上麻辣湯底 其實午餐是有四個火鍋的飲食套餐 而最左手邊的是$118 由於我經常訂購,只需要$48 由於我經常訂購,只需要$48 一開始就預先點了 是由雞、羊、牛、豬這四個肉類 是預先安排了上台 這個麻辣湯底是原性清湯湯底 所以大家知道怎麼選擇了 打頭陣的當然當然是羊肉 這裡的羊肉的樣子也不錯 另外還有豬 還有肥牛 這裡的肉類切得非常薄 所以大家放進去也不用五秒 其實肉已經熟了 而這塊羊肉的味道我覺得不算酥 因為它吃下去第一口當然會有一些羊酥味 但之後一邊咬的時候 其實味道來說都蠻容易接受的 大家也不用擔心很酥 很難入口 就絕對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這個羊肉其實跟羊肉一樣 它都片到很薄身 它的脂肪來說都比較重 因為它始終都是肥牛 但幸好它錄完之後 你吃下去不會覺得整口油 而且它都蠻有牛味 當它吸收了那些麻辣湯底之後 我覺得是非常好吃的 如果以我48元這個價錢 吃到這一種牛肉來說 我覺得是絕對合格又不夠 我今天如果只算是吃牛肉的話 都吃了兩個人都吃了四盆牛 那都賠了一盆牛 應該都蠻低值的 至於這個黑毛豬 我覺得是解凍的 因為你見到我 其實是適合豬 因為有一點分不開 而且它的豬味 我覺得不太重 所以如果你問我 羊、牛、豬三樣東西 我覺得豬反而比較信息 如果大家沒有什麼特別偏好 我反而會推介吃羊和牛 但是如果計算價錢因素 我仍然覺得這個豬是絕對收貨的 因為始終它的豬是新鮮的 可能是我個人偏好 我不會太喜歡吃豬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我看見這個豬肉 其實這個豬肉 其實都蠻新鮮的 這個豬肉 其實都蠻新鮮的 蠻有光澤的 你看到這雞肉 我把雞肉錄了兩塊 我覺得這雞肉 我覺得這雞肉 不是很吸到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用來吃火鍋 所以用來吃火鍋 就不算太適合 因為始終是想吸味 這個也可以試一下 這裡除了主打玉之外 其實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軟類或者其他火鍋配料可以給大家選擇 我大致把軟全部配回來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一個海膽軟 這個蠻漂亮的就是麥魚汁軟 還有龍蝦丸 芝士魚蛋 厚切午餐肉 牛丸 蜜魚丸 蜜魚丸 迷你魚蛋 細小粒的燒賣 蜜魚丸 還有芝士腸 我都錄了比較靚仔的海膽軟 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的鹹 的情況 由於它的皮皮實在太過硬 我錄來錄去都錄不穿 所以可能有點羊衰 大家不要介意 不過我看到裡面 都是跟我們平時吃的海膽軟 都是很類似的 讓大家看看 都蠻多鹹料 好看 這個蜜汁軟 我覺得蠻多趣的 所以我都錄開給大家看看 所以我都錄開給大家看看 它裡面錄開之後 都會有些好像蜜汁一樣的餡 在裡面 這個也蠻好吃的 另外還有一些傳統的大便爐配料 例如有魷魚 這個魷魚是蠻脆的,蠻好吃的,大家來這裡可以試試弄來吃 豬皮 胡司 黑木耳 牛扒葉 還有一塊我不會吃的海帶 當然不少會有響鈴,響鈴就不是很脆,很鬆化的那些 它也是有一點點軟軟的 魚皮來說,它都很脆的,魚皮也是必吃的 所以我都會吃一刻,給大家聽一下一下餘不脆 為了大家健康著想,當然要放一些菜來給大家看一看 因為不能直接吃肉,要吃菜 菜我就不多說了,因為每次都可能不同 總括來說,選擇的菜都有四五款,應該都夠大家吃 吃到最後我就以這裡的椰汁糕做一個總結 味道方面,挺好吃的,又不會太甜 大家也不妨可以試試 又到單單時間了,兩位總數加上156元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真是沒得輸 來到超評分時間,性價比我一定給五份 以這個價位,食物質素我覺得都OK 是服務差一點,因為不夠RETA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記得LIKE和SHARE我這段影片 以及最重要訂閱我們超值得食的頻道 下次見,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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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